規程問題是,梁議員你有什麼規程問題呢? 有兩樣,第一樣就是這個議題是跟你有息息相關的 有利益衝突的,那你是不是應該是避植給另一個? 我已經剛剛讀了給大家聽 目前議事規則並無任何規則 請你尊重我,我還沒講完話 我聽了你現在在說的是什麼,所以我答給你 你不能打斷我說話的,是我發言的時間 現在是主席負責,現在我聽了你的之後,我回答給你 我還沒講完話,你怎麼知道我在說什麼呢? 因為你講了主席 講了主席,你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嗎? 知道,你說不適宜主持,我不再想… 梁議員請你,如果你說哪個規程,你告訴我,哪個規程 第一個,我剛才說了,我不重複 第二個規程問題就是,就算陳偉業議員有白紙黑折給你 我是希望你給時間,我們先進行討論,不先投票 因為沒有討論,就投票說,我覺得不公道也不公平 我明白 亦不尊重我會議 你已經說完了 好,現在我們盡快… 我現在一間再決定,你已經提出了意見而已 我現在收集了你的意見 你的規程問題,你實在不是規程問題,問我們如何去作出處理 你根據第幾條規程,你根據第幾條規程 如果大家不清楚,包括姚議員,你也不清楚 你交給秘書,好嗎?交給秘書 交給秘書 這個按正常的手續處理 這書的聲音好像我的聲音已經沙了 已經 還有一段時間說 大哥 好 現在我們將陳偉業員,現在剛才簽了名的一個書面的動議,就投射給大家一起 相信大家可以很清楚明白 如果有不明白的,我請陳偉業員會再… 因為他有時間,可以一間有機會說 現在你看完先 他現在講這個項目,本身就不需要這樣做了 一間如果要講原因等等,還有機會給他再提出 好了